美媒对中巴两国的关系为何如此之好 巴基斯坦人为何如此信任中国表示不解 并对此进行了一番研究 并指出中国是巴基斯坦最可靠的朋友 来看详细情况 哈喽各位老铁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秘财户 我是虎妞 美国知名媒体外交官提出了一个问题 为什么巴基斯坦人对中国的态度如此积极相好 人比其他国家更亲戚 美媒在其文章中首先指出 长久以来 巴基斯坦与中国的关系一直被形容为 比山高 比海参 比蜜田 尽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 迄今为止已经持续对中国进行抹黑造谣多年 在国际上公开污蔑中国形象并乐此不疲 但似乎巴基斯坦人完全不受影响 依然对中国患有积极看法并保持坚定 美媒外交官首先列出了一份调查报告 该报告对1200名受访的巴基斯坦民众进行了普查 询问他们对中国的第一态度 提到中国的时候首先会想到什么 结果显示其中占比最多出现率最高的词汇有四个 但都大同小异 分别是朋友 最好的朋友 好朋友 以及值得信赖的朋友 在对中国印象的另一份调查问卷中 多数受访的巴基斯坦民众认为 中国是友好的 而中国人是勤奋和智慧的 并且现如今的中国是一个强大和发达的国度 多数受访的巴基斯坦民众认为 中国已经是实际意义上的超级大国 而不仅仅只是一个虚名 并感谢中国长久以来对巴基斯坦的帮助和大力支持 并且有多达85%的受访者认为 中国还在不断积极向好发展 在现如今超级大国的基础上不断变得更加强大 仍然是巴基斯坦最可靠的朋友 魏维认为 导致这一情况的原因是多样性的 中国不但在经济上对巴基斯坦进行大力扶持 为巴基斯坦提供大笔的贷款 并且还在巴基斯坦投资新业 为巴基斯坦创造就业岗位 解决失业问题 帮助巴基斯坦建设基础设施 提升大众生活质量 中国为巴基斯坦提供的帮助 不仅仅是解决眼下的经济困难问题 更是立足当下 主演未来 为巴基斯坦的长久未来发展而考虑 由中国投资的基建和工程项目 可以为巴基斯坦创造持久的经济效益 就业岗位 这些都是可以让巴基斯坦长期受益的重要帮助 其价值和意义 云比寻常的一两笔贷款来得更大 美媒认为这是巴基斯坦人 对中国印象如此之好的重要原因 再者 美媒提出了第二个观点 中国对巴基斯坦防务上的支持 是其他任何国家所无法达到的 美媒指出 在当年美军撤离了巴基斯坦后 美国对巴基斯坦的防务支持 几乎完全中断 比如说 已经出售给巴基斯坦的F-16战斗机 停止技术支持和零部件供应 巴基斯坦在美国新订购 还未交付的F-16 则是直接扣押 不予交付 同样也没有给巴基斯坦退款 此外 还有巴基斯坦计划从美国购买的 AHEZ魁蛇武装支撑机 在项目几乎快要进入敲定阶段的时候 也被美国单方面毁约中断 理由也非常简单 美国需要拉拢印度来打压中国 巴基斯坦在美国的外交战略中 已经被置于印度之下的位置 美国不可能为了巴基斯坦而去得罪印度 相反 还要给印度出售先进武器积极拉拢 提升印度的军事实力 而这对于巴基斯坦来说 无疑是非常糟糕的消息 美媒指出 正是在这种孤立无援的情况下 中国向巴基斯坦伸出了援手 并提供了堪称巨大的帮助 巴基斯坦在美国那里买不到的武器 中国都能提供同类产品 不但价格更便宜 甚至性能也更好 譬如FCE骁龙战斗机 还有新进提供给巴基斯坦的 更强力尖10C战斗机 被美国单方面毁约的 AH-1Z魁蛇武装直升机 巴基斯坦也从中国 获得了直尺武装直升机 作为替代品 此外 巴基斯坦还从中国采购了 054AP护卫舰 同时获得了巴基斯坦海军 目前最新锐 最强大的先进反舰导弹 大幅度提升了对海打击能力 尤其令印度海军感到威胁巨大 陆军方面 巴基斯坦在一口气采购了 第一批300辆 目前 中国外贸最先进的VT4主战坦克后 后续又追加了 高达380辆的VT4主战坦克订单 核击总数高达680辆 足够武装6个重型装甲式 让巴基斯坦陆军的高端战领 完成了质贬还带 除此以外 还有从中国采购的155卡车炮 翼龙2无人机 反坦克导弹等等 这些来自中国的武器 使得巴基斯坦军队的战领 几乎完成了脱胎换骨的升级蜕变 就连美美都表示 在防务支持上 中国对巴基斯坦的支持力度 是堪称空前的 也是美国所达不到的 在此种全方位的支持下 巴基斯坦会对中国投桃报李 坚定地认为 中国是最可靠的朋友 也不足为奇 而中国也依旧在向巴基斯坦 提供全方位的支持与帮扶 当然 虎妞在这里也衷心希望 未来的中巴关系能越来越好 继续迈向更美好的明天